在20世纪50年代初 要说一架飞机的造型奇怪 反而是一件奇怪的事 二战结束以后 美国的航空工业迎来了一个黄金时代 在一片薄薄生机 万物净发的景象里 奇怪形状的飞机太多 大家早就见怪不怪了 古怪的飞机虽多 但这些试验机往往都没有实战价值 只是作为一些技术的验证机存在 因此往往只是昙花一现 很快就消失在人们的事业当中 然而我们今天的主角 却并不在此列 1951年2月 一架全新的怪飞机出现在公众的视野里 而这架飞机的造型 和当时的其他战斗机都不太一样 套着当时极为罕见的 类似于三角翼的布局 机身和机翼几乎完全结合在一起 形成了一个十分紧凑 优雅且具有未来主义特色的外观 即使是到了今天 颜值也是十分在线的 而它就是道格拉斯开发的 F4D天摇战斗机 在正式介绍F4D之前 我们必须先解决一个问题 那就是怎么称呼它 一般来说呢 在中文圈子里 F4D战斗机的代号Sky-Ray 往往会被翻译成天光 但这个翻译完全是不对的 这是一个典型的望闻生意的译名 我们先来拆解一下这个名字 道格拉斯设计生产的飞机 经常会被冠以Sky的前缀 例如A1天袭者 A4天鹰 F3D天空骑士等 翻译为汉字天是没有问题的 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F4D Sky-Ray中的Ray 在英文中Ray最常见的含义是光线射线 例如X-Ray就是X光 X射线的意思 如果按这样理解 Sky-Ray确实可以翻译成天光 但是只要稍微注意一下英文的资料 例如就会发现 F4D之所以叫Sky-Ray 是因为其有着独特的记忆形状 据美国国家海军航空博物馆的说明 F4D的Sky-Ray之名来自于黄鱛鱼 然而呢 这里有一个问题 比起黄鱛鱼 F4D其实更像是福分 一些国外的博主也认同这一说法 因此综合这两种观点 这里认为最好用这两种鱼共同的代称 也就是摇来翻译 比较合适一些 接下来我们就将称呼F4D为天摇战斗机 好了 既然我们解决了称呼问题 就该看看天摇这架奇怪的海产品是怎么来的了 要说起来F4D多少还有点德国血统 1945年5月初 两名来自道格拉斯的空气动力学家 吉恩·鲁特和他的助手M.O.史密斯 作为美国海军的技术代表 登上飞机前往欧洲 此时的纳粹德国都不是土埋眉毛了 已经是黄土埋到头皮 就差最后一产子了 在欧洲大半平定的当下 鲁特和史密斯的任务也不是和德国兵拼命 而是从缴获的德国文件和战俘口中 获取航空航天相关的资料 不过令他们没料到的是 他们一下飞机就得知了纳粹投降的消息 几天后 这边是巴黎人民欢庆胜利 街道上锣鼓喧天 鞭炮齐鸣 那边的鲁特和史密斯两个人 却只能苦哈哈地蹲在阁楼底 检查德国人的风筒数据和报告 最让这两个人破防的 并不是巴黎人放假他们工作 而是这群倒霉的德国人 在投降的时候 把技术档案和报告丢到了井里 现在他们必须小心翼翼地 把这些文件一张一张揭开 挂在阁楼上晾杆 再挨个用相机拍下来 存到萎缩胶片里 一共将来进一步研究 突然 鲁特在一篇论文里 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 亚历山大利皮斯 他是人类史上第一个 也是最后一个投入使用的 火箭动力战斗机 M1-163彗星的设计者 在鲁特检查文件的这几天 丽皮斯正被关押在巴黎塞纳河畔的圣日尔曼 就在前两天 这两个美国人还去听过他的讲座 作为德国航空工业的风云人物 空气动力学的先驱 丽皮斯虽然深陷论语 却奇度不凡 颇有领域大拿的气势 他谈到了一种喷气动力的飞翼拦截机 把在场的美国人听得一愣一愣的 鲁特和史密斯没想到 他们竟然在这一堆发烂发臭的文稿中 找到了丽皮斯的论文 这恰巧是非议或者说三角翼相关的风洞报告 二人不敢怠慢 将丽皮斯的报告仔细拍照 小心报存 又向上打了个报告 连同丽皮斯本人一起打包带回了美国 至于丽皮斯后来怎么在美国东山再起 这也都是后话 我们今天暂且按下不讲 先说F4D天窑的开发 道格拉斯的工程师们拿到了丽皮斯的材料 可谓是如获至宝 并开始将这些德国数据应用在道格拉斯自己的五尾飞机研究中 什么是五尾飞机呢 所谓的五尾飞机 就是指除了主翼以外 没有其他水平启动表面的飞机 一般来说可以和飞翼飞机划单号 它的优点就是寄生阻力低 而且在大鹰脚下的爬升率十分的可观 但五尾飞机的缺点也很明显 就是可动表面少 飞行的稳定性比较差 对飞控的要求也比较高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BRU0轰炸机 道格拉斯对五尾飞机的研究始于1930年代 当时的道格拉斯在加利福尼亚州的爱尔赛贡多 合资成立了一家公司 这家公司就是诺斯洛普飞机公司 而他的首席设计师就是大名鼎鼎的杰克·诺斯洛普 诺斯洛普是非常知名且狂热的飞翼爱好者 他坚信平直翼和后略翼的时代很快就会过去 未来是属于各种飞翼飞机的 1940年前后他主持设计了诺斯洛普N9 也就是所谓的外比35轰炸机 其中的许多设计理念 即使是今天看来也是十分超前的 抱歉不是这个 这个有点太过于超前了 总之虽然诺斯洛普后来出去单干了 但许多道格拉斯的工程师 对飞翼异形都有一个特殊的感情 其实这里有一个问题 那就是为什么道格拉斯也好 诺斯洛普也罢 都对五位飞机这么感兴趣呢 1946年9月 前面提到的那位AMO史密斯 在一份备忘录中写道 目前困扰喷气式飞机的主要问题 就是航程不足 而飞翼的构型 恰恰能够解决这一问题 史密斯认为 如果将这种飞翼构型的 展旋比缩小到接近一 再加上一些边界层控制手段 一方面可以大幅降低阻力 减少燃油消耗 另一方面 由于飞机翼面积增大 还可以在飞机机翼中 藏上更多的燃油 进一步增加了航程 他认为这一构型 无论是应用在战斗机 还是轰炸机上 在各个方面 都要比现有的传统机翼要强 当然了 他在这里描述的展旋比 接近一的飞翼构型 其本质上也就是三脚翼 到了1946年10月份 道格拉斯和加州理工大学合作 设计了四个比例模型 并放入风洞进行测试 这些模型都是相同的飞翼构型 有着50度的前缘后掠角 展旋比都刚刚超过1 但在此之前 展旋比低于2比1的飞机 都是十分少见的 然而 道格拉斯制作的这四个飞翼模型 最大的太大 超过了风洞的容量 最小的太小 没法测量出准确的值 不过好在中间大小的两个 测试结果相当不错 因此 虽然史密斯计划中的边界层控制方案 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 非常难以实现 虽然测试飞翼模型的风洞 还需要进一步改善 但美国海军仍然看中了 飞翼战机的潜力 尤其是在爬升率上 当时的美国海军 最担心的就是苏联人的 高空轰炸机群 他们迫弃了希望 获得一架拦截机 能够在发现苏联轰炸机 算起5分钟内 爬升到4万英尺 也就是12000米的高度上 迎击苏联的轰炸机群 有了海军 作为外部采购的动力 研究推进起来 也就快得多了 道格拉斯的飞翼战机设计 也被赋予了 规格设计编号第571 开始正式作为一个 商业项目来对待 最初的第571 由阿基史密斯设计 这是一架真真正正的 飞翼飞机 有两台带家里燃烧式的 西乌J34喷气引擎带动 预计总重量为7吨左右 机头安装四门 20毫米机炮 飞行员的位置就放在 机翼前缘附近的一个 小气泡座舱里 不过随着风动实验的进行 道格拉斯针对 飞翼构型的阻力问题 对机身布局进行了优化 在第571的后续型号里 机翼逐渐变薄 机身变大 长长的机鼻也凸显出来 其结果就是 相比最起初的第571 科幻外形 后期版本的第571-4 乃至最后的F-4D战斗机 更接近于传统的飞机外观 说完了F-4D的机翼问题 我们再来看看另一个问题 那就是引擎 50年代初的美国航空工业 最缺的就是先进的引擎 虽然当时美国的喷气式引擎 已经是世界顶先水平 但往往还是没法满足 飞机设计者的要求 这是因为新型喷气式引擎的开发 比机身的开发要慢得多 经常出现机身已经造好了 但配套的动力系统 却还没硬的是 例如道格拉斯的F-3D天骑士 沃特的F-7U弯刀 麦克唐纳的F-3H恶魔 都遇到了这种问题 F-4D也不例外 F-3H恶魔和F-4D天窑的开发 都是围绕着西乌J-40 涡轮喷气发动机设计的 最要命的是 当时的美国海军官员 把西乌的这个J-40引擎 吹上了天 他们宣称J-40开启加力后的推力 超过了11000磅力 是当时麦克唐纳F-2H女妖战斗机上 所使用的J-34喷气引擎的三倍还要多 这是什么概念呢 在相同重量下 已经摸到了惠普F-100引擎 不开加力时的推力 要知道 F-100那可是1974年的东西 现在的F-15和F-16都还在用它 可以说是终极超时空战时了 不用想也知道 这台发动机从开发之初 根本就是西乌和军方联合化的大饼 摆病缠身也是自然的事 J-40原本于1949年 完成150小时的鉴定测试 却一直推到了1951年才完成 而加力燃烧器方面 更是推迟到了1952年8月 这台发动机不但大大延期 没有完成所承诺的推力 甚至在可靠性上也有着极大的问题 引擎上的心脏病 直接导致了F-3H和F-4D的拖延 尤其是F-3H恶魔战斗机 更是被10代杂志成为一场惨败 35台使用J-40的F-3H 有8架发生了重大事故 4名飞行员牺牲 说回F-4D F-4D这边虽然没有恶魔那么倒霉 但也耽误了不少进度 在刚一发现J-40演期的时候 道格拉斯的设计团队 就觉得西屋这个J-40不靠谱 在航母模拟测试阶段 J-40由于发动机启动周期长 以及从怠速到全推力的 加速性能较差 因此饱受测试员的诟病 道格拉斯的工程师 也提前对F-4D的发动机 做出调整 在原型机上 F-4D使用的是爱立逊的J-35发动机 而在生产型飞机上 F-4D长期使用惠普的J-57 来替代J-40 虽然J-57的功率更大 但它的体积也更大 F-4D的原始近期道 与J-57也不匹配 天摇战斗机不得不重新设计近期道 以匹配J-57引擎 然后就又搞出了一系列的问题 例如尾翼和方向多的抖震 纵向操纵力和灵活度过大 人工力感系统不可靠 不可接受的紧急手动飞行控制系统 最小配屏速度过高 以及一些驾驶舱控制问题等 虽然有一些缺陷 但评估小组 对这架飞机的能力印象深刻 F-4D具有超过一马赫的平飞急速 以及超过5400米每分钟的爬升速度 F-4D的性能 由于迄今为止的任何飞机 并建议尽一切努力 使飞机保持在目前的重量 并为其提供足够的动力 以实现其完全的性能 1953年10月 F-4D的原型机在三公里的距离上 加速到了1200公里每小时的急速 打破了飞机加速性能的世界纪录 而在之后的1958年 两天之内 天摇创造了五项世界爬升时间纪录 在2分36秒内 从静止状态 飞到了15000米的高空 给苏联人了一些小小的美国震撼 这架打破了多项记录的天摇 也被称为地域大蝙蝠 直到1954年 差不多解决了动力问题的F-4D 才算正式进入监队服役 然而到了这个时候 北美航空的F-100超配刀 和苏联的米格19都已经投入使用 F-4D虽然可以完成预定的设计目标 却已经显得稍微有些过时了 1956年4月 美国海军航空兵的VC-3 成为第一个使用F-4D的中队 而直到1964年2月 F-4D退出现役 专为高空拦截任务设计的F-4D 具有极高的爬升率 它带有20毫米机炮和AM-9相伟射导弹 因而成为了北美防空司令部的最佳选择 前面说到的VC-3 是唯一一个隶属于 北美防空司令部的海军中队 并连续两年 荣获北美防空最佳中队的称号 由于开发进度上的落后 F-4D刚好凑开了1950年的朝鲜战争 又因为F-4鬼怪的航空出事 在越南战争爆发前退役 整整八年间 美国并没有打过仗 这架超音速大摇鱼 自然也没有用物之地 让天摇迅速推出现役的原因 除了配套技术上的落后 以及截击机概念的迅速淡化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那就是当时的飞机控制系统 还比较原始 而由于可动异面较少 而且缺乏尾翼的配平 三角翼对飞控系统的要求极高 为了能够让天摇不失控 道格拉斯的设计师 一边将F-4D原型机的 平直一根进行修剪 另一边又为他设计了 复杂的液压助力控制系统 虽然这个系统非常先进 但作为一架航母上的舰载机 复杂的液压结构 意味着维护起来十分困难 1964年 F-4D天摇开始逐步退出现役 此时的海军 已经有了更大更快的F-4鬼怪 F-4D天摇只能黯然退场 先是被用于海军飞行员培训 后来由于出色的加速性能和爬升性能 被NACA象征 作为实验平台继续飞行 不过三角翼和飞翼的梦想 却并没有因天摇的沉默而停止 随着电船飞控的开发 以及机载飞控计算机的应用 通用动力的F-16XL 或许可以看作天摇的精神续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